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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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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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五十粒針 所以它是美國軍事政府尖而已 所以就是說日暑美戰 這個意思是這樣 如果有人跟我們問的時候 你來這裡上課你就會解釋這支旗子的意思 各位同心 我跟大家解釋 我們知道 國民黨他現在有 因為美術長 帶我們去美國之後 然後 我們一直跟美國要求說 你要趕快出銷 他一些他的 你看這裡 那個國民黨的親戶會有 親戶會猜測 然後連請司令 連請司令部也猜測了 體委會現在也猜測 再來 他三軍司令部也猜測 再來行政院新聞局也猜測 這裡有很多都猜測 再來軍法局也猜測 軍法局猜測 絕對不是說 那是一個舊口 不然台灣已經發生 洪宗槍已經發生很多便宜 為什麼那種猜測 現在跟他猜測 其實因為是我們告他 我們顧美國 所以美國要求他軍法局要猜測 再來 憲兵司令部猜測 他併入六軍裏面 再來 國民黨的軍隊的黨徽章一律土調 他說 這個低四度 但是世界上是我們自己告他 不能擁有軍隊 再來 熱山的雷達現在是被軍控制掉的 新竹一個熱山雷達基地 他現在是被軍控制掉的 再來 我們宜蘭台灣民進府辦公室設計 警察叫他對面 待會兒如果有時間 會麻煩那個 我們工程師給我給大家看 那個小菜 可能用那個 剛才就是 我剛才告訴你 因為很多 你們可能都不知道 我直接告訴大家 剛才那些就是全部因為 我們告美國之後 國民黨一項一項 他已經裁測掉 因為他準備要走了 準備要走了 就是一項 他的機關一項一項都裁測掉 新聞局 本來我們要電報紙還沒那麼完整 結果我們就說這樣不行 結果我們要把新聞局裁測掉 我們才有可能去電報紙 所以我們現在有電報紙 很多遍 是因為他們新聞局裁測 就是類似新聞 他不再關到我們 所以報社 他才等我們的那個宣傳 這樣我就是 鳳秘書長的命令 來給大家鑑定說 這項新聞局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本身 我們現在請的新聞局 我們三人還沒請 有人還沒請嗎 都請了 如果還沒請的人 要趕快申請 因為我們去美國的時候 你看我後面那晶片錄成這樣 我去美國的時候 那個 經過很多公家機關 或是博物館、美術館都很不用錢 我還去參觀的博物院 國務院那 都用我們的晶片刷就可以進去了 所以我是跟大家 他叫我 因為大家都說 我親自有走過這一條路 所以我來給大家鑑定 但是我們衛生委託就開始說了 在2008年 日月初日的時候 台灣民政府正式在台北生立 因為我們是2009年的時候 國務院的國務院 然後美國在2008年 他就跟我們鑑 因為他最好讓他 打輸 最好讓他要求美國的政府機關 要幫助臨志心 奉取這個團體 跟我們鑑他 鑑美國 怎樣做政治這一條路 所以2008年 他就跟我們說 你怎麼趕快成立 台灣平民政府 所以我們在2008年 日月初日的時候 在台北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它是軍紀萬國共法 政政法在台北成立的 水澳呢 水澳在2005年 4月25日的時候 我一樣在台北 舉行全球代表大會 在這裡才圓滿的落幕了 全球代表大會 我們算成為我們第一次的主席 參加的會有農民黨 農民黨 民主黨 共和黨 但是沒有民進黨 沒有台連 沒有國民黨 因為我們是 學識美國的方 我們這政黨是跟美國主席 我們不是跟中華民國的政府主席 所以我們沒有邀請 國民黨民進黨以來 我們只有自己 我們 當然不是只有2008人 跟美國 不然我們就一直 陸陸續續有好幾千個人 所以我們這些人就成立了一些 在台灣民政府之下管轄下來的一些政黨 參加全球代表大會 所以很圓滿的落幕 這也是美國教我們要怎樣做 再來 在2010年7月設施的時候 我們台灣民政府接受美國的邀請 在美國華盛頓DC 就是華盛頓特別行政區 他設立一個辦輸出 一直到今天就 我們2010年那時候就開始 那個辦輸出就在那 我等下放那個片子給你看 因為我們這次去美港 我又有把牠拍照回來 拍得很清楚的回來 因為以前我也是都在紙面上這樣看而已 沒看到實體的東西 這次我有去的時候 我有拍照 等一下我給大家看 對我跟大家解釋 我們哪都說台灣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 其實我們成立的時候 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一樣 你看美國去打伊拉克 然後伊拉克 軍事站到伊拉克之後 他也在伊拉克成立一個伊拉克平民政府 所以當初我們剛才也是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但是呢 他們那時候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他們的對等單位是美國軍事政府 跟我們管轄是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他們說他們要改成美國軍政府 我們為了說話要改成他道股 所以我們就改成台灣民政府 平民的平民拿掉 他們是軍事的 市拿掉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其實正式的名稱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是這樣子的由來 再來2010年9月取白 美國政府官員政府單位 要求我們台灣平民政府 跟他們在 華盛頓的市地酒店 基盤第1邊的酒會 因為那時候 我們法理學院還沒成立 我們法理學院是2011年成立的 2011年那時候還沒成立 所以志工很少 我們也沒有 錄影的設備 那時候 那時候參加這個酒會 都做到10幾個人 都是因為大家都去上班嘛 參加這個酒會這次要10幾萬 所以 有那麼大氣的 沒有幾個人 10幾個人 都那麼多年紀那麼大的人 所以他沒有錄影的設備 因為 這地 就是美方 那個酒會 他幫我們錄影起來 送給秘書長 秘書長來copy幾百地 我不知道那個 書妹那裡不知道要有 這個 我剩下一片而已 那時候 美國給我們錄影 我們完全沒有錄影設備 這是 見證 建議說 我們真的有辦 那次集會 因為那次集會 都是 老人家那麼多 很多人 可能 外的兩例 不說很好 所以美國 就說 很奇怪 你們台灣人 辦集會 都 台灣人自己一創 然後美國人 就自己 那時候70幾個參加 結果 他就說 要改進 因為我們沒有 台灣人 沒有辦國際酒會 再來我們第2邊 辦集會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就真的改進很多 第1邊 你如果有時間看這個 錄影帶你就知道 他們都改 都沒有互動 他們都自己說他們的 他們自己一副 我們自己一副 然後 就在那邊吃吃喝喝吃完就結束了 那第2次我們就不是這樣子 第2次我們就改 改善了很多 再來 2011年 10月16 我們第1次 法理學院正式成立 因為 其實我們2008年 成立台灣平民政會孫 美方就說 哪有可能 200幾個人 有辦法去接政權 你趕快訓練幹部 分年一副幹部起來 才有可能接政權 我才有可能 中華民國政權接我們 所以秘書長就找了兩年 巡巡秘密 巡秘了兩年 因為我們要做地方 不是很貴 不然我們聽到台灣平民政府都沒有人敢做我們 是一直到 政治到阿公 有一天他帶 我們的處處 郵先生來聽他的演講 郵先生很近當 跟秘書長的 理念 他就說 他那時候 這還沒 這還沒開始 跟那棟 他說 他那棟大樓 十幾年 一、二、十年都沒用了 要讓秘書長去用 可以做一個幹部訓練的一個地方 秘書長 他來看 那時候 一、二、十年都在房間 他那時候 這是養老院 都房間 房間 房間 很多間 他就說 房間 這麼多間 但是都沒有教肆 沒有那麼大間的教肆 可以最好的地方 這樣就很可笑 他說 可能要再找保育就不適合 郵先生聽聽而已 隔一天 雖然叫工人 將那五樓的房間 都說到 你現在 有時間 待會有時間 你看五樓 五樓 講得很空閤 他以前 就一間 一間 一間 他就 郵先生 秘書長說 說我房間都說到 你來看 這樣有夠大嗎 不夠大 他後面要再說 剛開始後面 還要 後面 那時候 說了這兩三個月而已 其實後面 後面還有一間一間的房間 說差不多 中的大尾 秘書長看 原來他是講真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 說說而已 但是有些人也真的 做秘書長看 秘書長當然 很感動 一定就用於這個地方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2011年 家衛查署 16號我們就很順利的 成立了第一屆 台灣民民政府的法理學員 本人 也是很幸運的 也是第一次 因為我是 我跟秘書長 2000年 我跟他一起 他到美國的那時候 爭取 228個人 我是 很幸運的 那時候聽到 他講 所以我也對 傻傻地去走這條路 因為那時候很冷 那時候 只有四度 冷到 因為 尤其都花300多萬 沒有可能有 沒有錢 買棉被枕頭 都沒有 沒有可能有那個經費 去買枕頭 麵皮 或是碰層都沒有 都睡房子 我們每個人來都要自己 炸睡袋 自己炸枕頭 這樣的時候一直到差不多 十多次 那時候 經濟稍微打開 到開始有 麵酒皮 現在有麵皮 有碰層 或是 有枕頭 所以越後面的人 是越幸福 你越來越好 都不用炸 不用炸睡袋來 黑漢秘書長自己也都炸睡袋來 我每一個人都這樣 再來 再來就是三年後 三年後就是2013年的時候 九月初六 我們台灣民政府 第2篇 華盛頓CD酒店辦第2篇的酒會 檢基家會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邀請 美國 ABC電視 電視連播網 2012年 訪問美國歐巴馬總統 那個主持人 Squad Schumann來會場主持 這天 大家 台灣人熱淚慶賀 那天 等一下我放 等一下我會放鴨片給大家看 我們有去網路看過 我們酒會影片 沒有 你有 兩位而已 不然等一下 放給大家看 我現在最重要就是要跟大家報告說 民主黨說我們去酒會的一些趣吻 因為本來也很幸運的有參加第2篇的 那個這次去酒會的 那個 的華盛 本來 因為 民主黨是說 超過10 10萬的去就好了 因為 每一個人要去的人還要10萬塊 10萬塊 記票就將近7萬 記票 我有跟一起去買 我知道 這要跟7萬 6萬7千塊 6萬7千塊 你又記了那些稅 我超過7萬塊 7萬塊 我們一定 譬如說 因為 我們是政府官員處理說 一定要帶那五星級的 那一幕一個人都5、6千 所以10萬塊 根本還沒辦法 不夠 那個 我們中央政府 我們 中央這裡有 淘汰我們一些錢 因為 一次要10萬塊 可能 有辦法 拿到出來的人 也不多 所以民主黨想說 只要按18的人 結果 報名結束 近年有30幾個人 30幾個人 要參加這次9萬塊 民主黨很高興 說 蛤 既然有這麼多人 要說 好啊 你們如果大家都要去 讓你們大家都去 他就想辦法 經過去買12點 分做2隊 第1隊就是 潘信心副主席 他帶第1隊 帶18的人 第2隊 12的人 第2隊就是 我夫人 潘良娃副主席 郭會長 頂頂 12的人 我們 我們參加了第2隊 因為我參加第2隊 我都跟大家報告 我參加這次第2隊的 處理的事 那個就是 2013年 九月初時 2013年九月初時 才9點 第1隊 我們兩隊做會 為 投票機長坐 剛才9點 為投票機長坐 輸人機坐到 日本的東京 然後就分做兩隊 第1隊 和潘良娃 潘信心副主席 他就為 美國的 從東京機場 坐打美航空公司 坐到 底特律 美國的底特律 跟跟輸人機 搬去 那個 雷根機場 雷根機場就是 那個 華盛頓特區的雷根機場 我們第2隊 就是為 東京坐 打美航空公司 坐到 美國的 亞特蘭大 那個堂市 還有為 亞特蘭大 搬到雷根機場 然後我們就 又攻擊雷根機場的時候 檢票都不要出去 飛坐之後 大家就會出門 大家就會出海關 因為我是第2隊 第2隊很幸運 從9點坐到 日本就差不多12點多 等到 阿波要4點多 跟坐 輸人機 很順利坐輸人機 坐到 亞特蘭大 地場的時候 爬到大天 坐十幾點鐘 坐到這裡 很累 坐到 阿波都很痠 因為 我們那些都沒有跟他搭 我們坐經濟艙 都坐在睡 然後坐一整天 又不敢起來 我坐中 拍子起來 都去 影響著別人 十幾點鐘坐著 很辛苦 然後 他說我又這麼胖 那個位置又那麼窄 然後我就 我們來到亞特蘭 亞特 亞特蘭大機場的時候 來到大天的時候 看一個人都說 整個機場都是人 像我們這裡四、五倍的人 幾百倍的人 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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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們排在最後邊 我們12的排在最後邊 我們就說慘了 分量機在半空中 有delay 有萬機 本來是按說 一、兩點、多少錢 結果 萬機 像說 春四十五、五、分量機 就要排了 就要排去雷根機場 我們這次如果坐不到 後半喔 12的不一定有 做會坐喔 有可能一村 幾尾村 兩尾三尾 我們12的就要分幾天 還可以坐 分幾天還可以坐 這樣就慘了 不常 影響到隔一天 要辦九會事 我們 夫人就給我們 大家召集起來說 我們來開一個會 臨時開個會說 看要怎樣 集市廣義 我都大家想辦法 想辦法 我都 讓美國可以 我們快速通關的方法 不然 幾個禮拜 一、兩點 一定不會付 那個 潘良王副主席 他就說 他有邀請 邀請 都 他的議員 他就說 我 米蘇達邀請 放在那 不然 企劃也用邀請 還有 我們就用 這張 還有 機票 說去跟他們 美國海關官員 溝通一下 看可以 讓我們 有什麼方法 可以快速通關 因為 夫人在 他在歐洲那邊 躲了一段時間 他 他兩人好 我就是 拜託他去 他去說看看 夫人說好 不然他去試看看 他 我也不知道他怎樣 跟美國海關的官員 怎樣 溝通 十多分鐘而已 他就把我們 叫我們過過過過 他說 他旁邊 像旁邊 要開一個 海關的官庫 要讓我們過 我們大家聽說 真的嗎 十幾分 十幾分 他旁邊就 交通成功了 我們大家就 高興了 我 包包帶著 就從旁邊走走走走 我這四人出國 有幾十遍了 第一次 走到特殊關口 都不用 不用什麼檢查 可以開過台 真的開過台 讓我們十二的人過 那邊的乘客 幾百的乘客 每個人都要戴這一張 戴在身上 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 拿出來用 這張真的很好用 美國 他們那邊的 看完 看一看 大家都讓我們過 一時就過了 十多分鐘就 Pass過 Pass過 然後 我們就很順利 搭上飛機 還有一邊 我有一個朋友 他要去外國去逛 他都要同時有三個人 出國去 都要經過美國去轉資 因為他拿 中華民國的負責 那是流亡政府的護照 我們的負責 綠色皮是流亡政府 是一個不正常國家的負責 叫綠色 如果正常國家的負責 都是這色的 土色的這色 你看 中華民國還是印尼 他們外路來我們家 他們的負責是這色的 其實這是一個正常國家的護照 然後綠色是正常國家的護照 我們都不知道 你如果拿綠色護照 美國海關很會找麻煩 他會把他們問到一堆堆 結果他們三個人 在海關那 就沒法過 問整堆 就一直找他麻煩這樣子 可能外語也沒什麼 溝通也不是很好 今天有一個我就跟他說 你這支早期 試試看 你如果去美國 搞不好會用得到 結果一個 那個人 我那個朋友就拿出來 拿出來 哇 拿出來給他看 結果今天美國 那個海關你看看 那個先給他過 另外那兩個就在 在旁邊問 整半小時才給他過 他說他就回家說 這張真的有效 所以目前我知道 這張在美國真的有用 其他國家我就不曉得 還有 我們去年12月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童心 拿這張 拿中華民國貨招 他要去他的銀行 要去給他換錢 他記念沒有要換他 後來拿這張出來 叫換他 好奇怪喔 我也不知道銀行為什麼認定這一張可以換錢 他可能拿美金還是台幣要給他換 結果 中華民國貨招還換 這張可以 目前知道 在日本到美國這兩張都很好用 大家如果出去可以試試看 但是 海關因為我們是團體的 因為我們走特殊的關口 我們是團體 你如果 個人自己去的 可能是要照一般排隊 然後我們就很幸運 出海關 然後搭上飛機到雷根機場 這就是 我們在雷根機場 要出海關 我們就 兩隊的人都合作了 在那大家就會出海關 在雷根機場的那個 門口那裡 要出去了 我們在那裡 大家在那裡合照 因為 去到那裡已經晚上 出海關已經換晚上八九點了 我們去文化飯店 美國文化飯店那裡休息 剛開始 文化飯店也搞不清楚 你看他把我們掛中華民國國貨 我們就去抗議 我說你掛不對喔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機子隨便拿給他 他隨便換 他很快就換了 他跟我們換什麼呢 換中華民國國貨跟 台灣民政府 這看看有 兩機都給我們掛 我也告訴他 不行 這樣不對 我們跟他完全沒有關係 他是他 他是他 連這裡美國 他馬上換 他隨便給我們換 你看 我們的通信也很用心 都隨便 都有協助那裡的機子 你看 這台灣民政府是 這華盛頓特區的機 這是飯店的機子 這是美國機 馬上把我們換 還把我們掛在中 所以我覺得 美國 美國很勇敢 我們去日本三年 跟一間飯店 都住巨蛋飯店 住三年 都跟我們住那間飯店 一次都百貨 我叫他把我們的機子掛起來 把我們台灣民政府去掛 不敢 日本人 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戰 死太多人 他們怕共產黨怕 都不敢掛我們的機子 一直跟他要求 我是說近年去 看可以 能夠勇敢 美國 什麼都不怕 把我們的旗子掛上去 當然近年去要再要求 他記念 跟我說他們沒有期間 我說哪有可能飯店沒有期間 我就去找找找 不然我去找到 在那 他說沒有啦沒有啦 他們不會掛機的 我說好啊 我直接住四天 你說沒有掛機 我四天才算 你如果掛百貨 你就要給我掛 結果真的四天 任何一個 他自己的飯店都記 都不敢掛 所以我是希望 今年 他可以 改變一下 這就是我們在飯店 我們住在文法飯店 有很多童心 早上都在那 合照 隔一天 我們四季酒店就辦集會了 童心早上去 你看他們飯店 四季酒店飯店 掛我們的機子 我們就很高興 他們都很注重我們 我們是 你看他很大間 我們是台面的 一個小廳 做一個小廳 他就把我們機掛起來 那個時段 那個時段 就把我們掛起來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 美國 這也是美國 他們的 他們的官員 可能有跟他們說 不然同時辦活動 也不是跟我們而已 結果你看 他既然跟我們 跟美國機掛在一起 這我們的通信 看到他們掛機子 站起來很高興 在那 那我們早上去的人 就在那拍照留念 還有一些遊客 看他們 看我們的高砂朋友 穿得很 啪哩啪哩 還跟大家做合照 這是我們立飯店的 這一位先生 就是我們的主席 政根縣召主席 他是一個 日本的 很有名的 一個腦科的 權威醫生 他在台灣 醫學院 然後 他是台灣人 在台灣出事的台灣人 然後買去日本堂醫學博士 然後留在日本行醫 就沒回來 他在日本 是很有名的 腦科 權威醫生 因為我們這次九會開剩二十萬的美金 他一個人就出十萬塊 他一個人就幫我們出了十萬塊 我們秘書長 他就去送十萬塊 我們出一個人拿十萬塊的代表 是 都沒有出了九會的錢 如果大家要出九會的錢 可能 一個人不來出代表 要出了二十萬 十萬塊 所以 我們台灣民 國民政府可以有到今天 到今天 是很多人 無名事 是 一個很有心的人 要默默的付出 我們九會 時間到了 因為他是 月報六點 月報六點半開始 那我們兩三點 就去佈置會場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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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位先生的 葉州長的工作 因為他在 我們剛才大間飯店 裡面的館工 他這次的活動 他幫我們幫忙很多 他幫我們策劃很多 他每方 他給我們 下一張比較清楚 台灣市民政府 華盛頓的現場 連 酒店都把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在那辦九會 然後在第幾個房間 都下在 他的 公告欄裡面 然後由我們的貴賓人來看 就知道要去一個 場地 參加 我們的活動 因為我們很早就去了 兩點半 我們就大家 都用怕去了 因為 華盛頓特區 是一個 16公里 建坊的 一個地方 我們大的地方 都不說很遠 用怕都差不多20多分 美國 在那一間都很貴 所以 原則上我們都 可以用走 大家用走的 走去 四處走 要去參加國務部門 什麼都會走 這樣很方便 不然三十幾個 還有一個 人家都花了很多錢 我兩點半就去了 因為 這次 我們就說要辦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我們都怕冷凍 怕四處去 大家很冷凍 很沉悶 所以 我們一些 同心 他們就 想說 趕快 準備一些 歌唱節目 不然如果很冷凍 都 沒有活動的時候 到時候 到時候 我們的人就自己在那 代唱 代唱這樣子 我們就 臨時 去網路 列一些歌詞 那些歌詞就是外語的 美國人看 也可以 他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唱 因為我們早期的國際 美方 飯店的人 很用心 都跟我們說得很正式 就大家都在那 這一位先生 就是 這次美方的 策劃人員 這次活動 總策劃人員 美國方面的總策劃人員 他也很早就來了 他就跟我們說 待會兒程序 要怎麼走 跟夫人 跟組長他們在那 大家溝通 說等一下要活動要怎麼辦 要怎麼處理 我們同心很早就在那佈置場地 這個我們的副議長 他們跟飯店的人 在那佈置場地 時間到了 我們的 各位 我怎麼有安排 什麼人 騎什麼 哪個來賓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 負責要招待一位來賓 所以跟第一邊完全不一樣 這次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 首先有準備在 待眾唱 各位那次很害 美國人跟著我們一起唱 唱到什麼 因為 那很多都是 基督教的 教會裡面的聖歌 美國人都是 同樣的信仰 所以 他們 很認同 大家都唱歌唱歌 很高興 所以這次的酒會辦得很成功 那是一個發表 我等一下跟大家說 這次的酒會最重要 為什麼我要辦這次酒會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時間到了 我們的貴賓就一個一個來 美方邀請的那個 政府官員就一個一個來 國務院 或是他們武院 這位女士我剛才有跟他一起唱 她是在美國國務院上班 她跟他們先生也很早就進來 他們很愛吃 我們台灣的一些水餃 什麼 春捲水餃 所以我們的工 辦的活動裡面 剛好都有這些東西 他們來 都很喜歡吃我們台灣的美食 我們的貴賓一個一個一個教委 這就是我們的主持人 我們的主持人 他也很早就教 Squad Schumann 他那時候 歐巴馬總統 那個 ABC聯邦主持人 主持人 這一位先生 印象很親密 他可以說 他說他沒有來台北留學過 來我們這裡 找 所以他可以說 華語 所以我們 他那一天 跟我們大家 每個人都有 互動 邀請兩個 年輕的美國年輕人 跟我們做 我們的貴賓的過濾 就有邀請函 還有在我們的名單裡面 我們才請他進來 如果沒有 我們就沒有請他進來 這次美國有70幾個人 我們這邊有32個 所以有100多個人 所以這個九會辦得很成功 這是在我們王州長 台南做王州長 因為他在英國留學 所以外語很好 他跟 我們的外賓 在他交換名片 然後在他溝通 在他聊天 這是我們夫人 我們的夫人 這是我季教授 季博士 他在德國 上班特色 他在網路裡面看到 民主長的理論 台灣民進府 看到台灣民進府 他記得 他算說退休 他就隨便台灣 跟民主長一起奮鬥 說要將我們台灣民進府 一定要成功 所以我們有很多外國的好朋友 都來 協助 我們這個團體裡面 臥龍藏湖 這就是我們的副主席 潘良 潘信信副主席 他帶第1隊 他帶18人 因為他們沒有邀請 所以他們沒想到 我們這部 他們聽說 他們紀念 一隊 18分到三倍 三倍去到雷根 我們等到晚上8點 他們沒想到 因為我們剛才有邀請 所以我們有想到這個方法 我們很快速通關 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雅虎主席 這是高雄州長 這是我們 台中州州長 這一次很不錯 這次跟第1隊完全不一樣 這次每個人跟 他們外國 美國那個官員 互動得很好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主持人就開始 活動開始了 這位白頭髮的先生 這位美國人 他是國務院的一個 特派記者 第1隊的酒會 有他 第1次的酒會 有看到他 這一次他又來 我們都 大家很高興 他第1隊有來 第1次酒會有他 第2次酒會有他 我們都很高興 他最認真 我們裡面拍照的記者 我覺得他好認真 他拍的最多 然後我們的 主席 他這次去就是 要發表這片 很重要的演講 時間 我們就邀請主持人 去發表 這個原讀 這個公告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時間 我跟大家 說一下 就是 我們這一篇 那天氣所有參加的 貴賓和記者 我們都有分給他 這個 冷車可能沒有 因為這全部都是英文版的 大家看 待會行外的我只剩一本而已 那裏面 就寫說 我們台灣 要軍機 跟 就是要求美國軍事政府 要 跟流球一樣 比照流球模式 讓我們台灣人 有請 有請這個新聞上的人 都要有旅行證件 可以申請旅行證件的意思 因為美國有198個國家 跟他有幫忙 如果請你行政經 就拿到美國的付款 我們也一樣 我們也有一樣 198個國家 都不用證件 我們都可以去 我們在比照流球模式 他叫美國 美國軍事政府要要求 他讓我們旅行證件 那我們 我們就是 那一篇宣告 我們就要辦聚會 就是主要 他要求旅行證件 這也是美方 要求 我們跟 比如說 大家 我們就要求他 回應我們 然後他跟我們說 他隔一天 隨便回應 我們怎麼不回到台灣 我們還在美國 最後一天 他就 美方就回應了 結果馬上打電話 給民事長講說 好 你的記者會 我們都看到 他說他六個月來 會給我們消息 然後真的六個月 因為到今年 四月都要六個月 我們也 我們都在想 六個月怎麼可能 我們已經等了很久 結果今天六個月 他好像說 五、六月份 會 那個申請書 會開始給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 有才會去溝通 因為民事長 可能 民事長等一下會講吧 下午會說好消息吧 五、六月的時候 他就能開始 簽旅行證件 因為 前年 前年有50人 台灣民進府 差不多第2年 第2年那時候 有50人 就是民事長 還打了50人 我們就 要求 再去教 雖然成立法理學院 但是我也繼續要再考 我五十人 一個人出一萬人都沒有 然後繼續又簽名美國律師各國 又說我要要履行證件 所以 9年 他跟 好像家家就配合一下 我們就發表這個酒會 給我們這個酒會 他就回應我們 這也是因為我們各國的關係 很幸運 美國就一定要照法律行 用手法也沒有 照法律 用他們的法律告他們 才有效 所以我們就是 因為 第二年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動作 有去照顧 所以他這次發了 旅行證件 要給我們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這五十人拿到旅行證件 再來就大家都可以簽了 我們只要有一個人拿得到 其他人通通可以拿得到 再來 因為 那天的酒會很成功 一直到九點 因為 他九點結束 我們這邊到九點二十分 大家都要不走 美國人都沒有人 還有好幾個都不走 他說他們很研究 很享受那個氣氛 很久沒有那個氣氛 一直到飯店 電話都關掉 他們走 我們大家趕快收東西 走 因為那時候主席說 只要有一個美國人 留著不走 我們就大家不能收東西 如果東西收就不會去看 所以我們就一直等 收到好 10點 我 等到飯店都 就說暗面忘了 隔一天 我也跟我們很早起來 因為我們隔一天 我們要去參觀我們的辦公室 我們這次只去 我們6天 6天 你坐火龍機就將近花了3天 是這個 白行程寸三天 只能白行程 所以我們的行程都很慢 都完全沒有空檔 第一天辦交會嘛 第二天我們就參觀我們的 我們的辦公室 啊 美國 他跟軍事 減少人的地方的時候 他都會 在那個 他說認定的那個團體 像伊拉克平民政府 伊拉克平民政府 有20幾個 伊拉克 他由美國打敗之後 他成立平民政府 有好幾 有20幾個團體 成立平民政府 但是美國只有認定一個 那個人是 美國 他那個人本來在美國 然後美國軍事軍 他派他回伊拉克成立平民政府 只有那一個團體 美國 有機會在這棟大樓 成立伊拉克平民政府辦公室 相對的 一樣你的意思 他當初討論日本的時候 在 麥克阿蘇討論日本的時候 他也在日本成立 日本平民政府 日本平民政府 他也是一樣 有這棟大樓 成立一個日本平民政府辦事處 我們台灣 這裡其實也有四五個團體 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但是美國 只有認定 我們林志森博士 我們現在的領導人 秘書長 林志森博士 這個團體 所以他把這個團體 成立一個 台灣平民政府 美國辦事處 他為什麼沒有和民政府 和國民黨 或是其他 台東的團體 他也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他為什麼沒有和他 因為他們怕的方向都不對 他們高也高不到 方向 只有秘書長 因為他是讀國際戰爭法 他了解 他讀很多書 你看我們新台灣 那本書 這樣小本 他跟我說什麼 那時候我就 你賣一千塊太多了 那裡面內容那麼深色 那水會賣 他說你不要看那本 他跟我說 他塗在櫃 比我還多 比我這個人 堆櫃比我這個人還多 而且這是原文版的 那一本是他讀過 那麼多書的精華 所以大家 都要好好的看 那一本書真的很不錯 我告訴你 這個人 我讀書很不簡單 所以真的是我們台灣人的幸運 有 當然他是 可能在看其他一看 他是精力讓共產黨 破壞到說 那是台灣海峽 他跟他家庭很大的割心 要救台灣 他家庭很大的割心 救台灣 他就很認真去做這件事 他是那個人 毅力很堅強 真的受到任何挫折 他都不會退縮 我這次人第一次回答 這種 這種 所謂的大人路 這種毅力這麼強的人 然後 再來 我們就是 辦事處 那個 我們的主席跟夫人 他就很早就生氣了 他當然是拿收拾跟 我們的 證書 那個主委證書 給他們的所謂看 他們所謂還給我們 他們生日在裡面經理一下 之後 我們就陸陸續續倒了 然後我們 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 當然就拿這張 每一個人都準備這一張 然後先 經過第一關 他有 他那個 檢查兩關 第一關 他的所謂 他先給我們看 看一看之後 交給電腦 過濾 就是電腦先過濾 OK沒問題 沒有問題 他就每一個人都打一張 這個給我們 這個有一個名牌 都給我們貼一個名牌 每個人都有 然後我過了第二關 他跟棉牌貼了 他又被我們收生 過我們僑园 我們就說不知道 帶什麼東西 悄悄沒問題 他還給我們去做電腦 進去我們的辦公室 辦公室都沒有大間 都小間而已 所以他每一樓 都有一個會議室 你每一個國家 他如果中央的事情 要開火 他可以就業會議室 所以因為 因為我們那一樓 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就業會議室 大家臨時在座談 這個政治道阿公 政治道阿公 他就帶郵先生來 來聽他的演講 之後 郵先生跟發心 報仇 他的這個所謂 讓我們用 政治道阿公 他是個高中老師 他也是不在 不在誰家 他去聽秘書的演講 讓他食材秘書長 然後他做人工 秘書長的理論 那時候還沒告美國 因為告美國要花很多錢 而且他四處去演講 也要花很多錢 其實秘書長也都沒錢 他說他那時候 有退休金200萬 所以他說他要做秘書長的帳簧 要給他記帳 這個時候 他的帳都是富的 可能沒有錢 都是他要想辦法去抽錢 他怎麼借到他兄弟那邊去了 可能的錢也要花掉 他等一下 有時候會來開會 搞不好 下午就會過來 因為我們 這夫人 跟我們一樣都在那裡坐 大家臨時在那裡座談 阿公就說他很高興 他說他吃到九十幾歲 說我們年輕人還要給他對 其實是他帶我們去的 他第一次有參加兩次九會 只有阿公 你看他 我們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處 因為他美國如果有什麼事情 他就跟我們這邊辦公室的主任連動 主任就傳回台灣 伊拉科也一樣 他也是都在那裡設一個辦事處 這地方請客 台灣平民政府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處 這你不要看一間小小的間 這樣差不多 差不多 這樣差不多四條 會倒這樣看 沒有六多間 一國要十萬塊 賺金 為他們兩千 為他們兩千空十年到現在 我付 付三年四年的賺金 我很怕 我們民政府 各方面發的錢都好多 我們去喔 好不容易 一十幾點就能看到 所以我們大家去到辦公室 我都一定拍照留念 大家很高興喔 你看 每個人 三十幾個都很高興 每個人都在拍照高興到 主席就說 來這裡 沒有太多方法做一個紀念 所以我們就給我們 大家都在國企面上簽名 這次三十幾個月 有期都在面上簽名 在我圓桌 圓桌會議室後面 最後面那裡 這幾國旗掛在那裡 大家待會有他們 可以去那裡看 我們每個人都有在那邊簽名 這是一個紀念 就是我們要討 旅行政見的一個紀念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聯邦道路的外觀 讓大家看 我們剛才在那邊 那邊很清楚 再來 我跟大家 再跟大家繼續說 說台灣軍 美國民政府的改正 其實 台灣民政府 它是中心 我們在美國本土的政府的單位 美國政府的單位 美國AIT 跟 中華民國聯絡美國AIT 它是美國民間的單位 那我們是政府的單位 它的制度 它的制度 叫做台灣美國軍政府 它真正名稱 應該是 台灣軍島美國民政府 它的制度 正是美國軍事政府 它是軍紀錄金算和平條約 第23條的規定 也是說 它情合者的 證領義務 所設立的一個諮詢機構 所以 一些軟硬體費用 應該是要讓美方 國防部來酬播的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應該要跟我們協助 因為你伊拉克 平民政府 他要叫那個人 回去伊拉克 設立一個平民政府 他也是有拿一些錢 給他回去 他有辦法做工作 我們目前 美方 都不把我們 任何 不把我們支援 秘書長 前 前個禮拜 他有說 我們已經有給他 申請了 好像要申請2000萬美金 來做我們的 一些幹部費用 或是我們的 所需要的辦活動 因為我們再來 7月 或8月 或9月時候 我們要辦 每一周都要辦一個 5萬人的 走去街頭的運動 就是造勢的活動 所以這要花很多錢 那我們 我們就申請一些費用 我們希望 美國軍政府 可以趕快撥給我們 我們請的錢 也沒有伊拉克的十分之銀 應該 應該還好吧 應該可以 很順利 所以不是說 我們比現在台灣人 要去銷播 我們台灣民民 台灣民政府 很辛苦 要給他 請立書 花他很多錢 再來我們要辦這個活動 你看 我們這個 我們要辦到現在 有4千人 這個時間 很累 我們以前 剛開始的時候 一直到二十幾次 有他辦一次 辦一家 到七八的人 要辦到都 手軟 你知道 很不想再玩了 但是秘書長 堅持 我都說 我都會跟他 找照片 說 我這次沒要去 好嗎 然後他 他堅持一個人 不需要缺席 從第一次到現在 每次 一半天 就說 一星期六 但是他也一定會來 禮拜五 禮拜六 一定會來 一直到現在 你看已經八十 八十四期了 高級班二十幾期 幾百期 他不需要缺席 這個人看下去有毅力 像我 我還會偷懶 會幾次沒有來 他那又 非常有 所以我們很幸運 有這種人 來領導我們 再來 我們曾根主席 那天 我們曾根主席 在那天 演講的內容 我跟大家簡單解釋一下 就是說 他說 一星 馬官條 以後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平和的租款 日本政府 還有鼓鼻台灣軍 都會關學款 太平洋建進後 日本政府 放棄台灣軍 都會關學款 可是日本天皇 並沒有要求 放棄台灣軍 領導的租款 所以日本天皇 台灣領導的租款 至今不便 鼓鼻山和平條 也寫得很清楚 清條 我們知道清條跟日本 有相前 就是 夾五戰爭 夾五戰爭 後來清條建書 請馬官條 合約 那馬官條 他剛開始的時候 他裡面是什麼 說 要擱讓 奉天 臺灣 還有 佩洋 和 日本 但是 那時候 蘇聯和 德國 他有提出抗議 他說 遼東半島 是你清條的國土 不可以關 因為 你國際法裡面有說 國土是 不能因為戰爭 或是 其他的侵略 然後 擱讓出去的 不能擱讓 國土是不能擱讓的 如果可以擱讓的時候 我 把他打 一打 打到尾村一國而已 那是國上大國了 這樣就沒有意思了 所以我們現在幾百個國家 是因為 那個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的問題 他說 國土絕對不可以因為戰爭 就是擱讓 因為 那個 遼東半島是清條的國土 蘇聯和 德國就看他 說你清條不能擱出去 不能擱出去 後來 日本 他也有研究 國際法 他就說 這是對的 他就奉天就行清條 當然 清條他也有拿黃金 自己保障 因為 台灣和平洋是 清條的擴殖地 擴殖地 他是比殖民地還多一家 他不是國土 所以他就擱了 清條 然後清條 那個 台青財皇帝就將台灣派 擱讓給大日本大皇帝 不是日本政府 是大日本大皇帝 他是皇帝對皇帝 所以 台灣的主權是在 日本皇帝的首領 不是日本政府 所以 1937年內 他大日本實行 皇民化 麥克阿蘇 他占領日本 他在地地 他用 數天裡面 他用 軍事占領的 軍事 軍事 法 他修到大日本憲法 他修到大日本憲法 修到像 現在 叫做日本平民政府 其實 他們現在叫做日本平民政府 其實他們 日本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都說 他們日本日本 就是我們說的小日本 他的官學區 好像 北海道 九州 四國本州 還附近一些小島 四個島 那就是小日本 古早的日本 大日本帝國 風地 很高 關到北方四島 主島 釣魚台 台灣陪鵝 然後 印尼 菲律賓 和元南 當初都是日本 漸去的 後來他泡輸 不要跟阿蘇 我們把他刮 四分有的都刮一刮 刮到 都刮到各國 去軍事占領 他只剩一些 四個島 還有附近的小島 變成他的 你看 北方四島 刮到蘇聯 占領去 主島刮到 韓國去軍事占領 然後 釣魚台 釣魚台目前 還生分未明 當然 他是日本天皇的國土 這是 所以他好像掉一台 是不是有 被 韓國軍事占領 我是沒想到 再來 琉球 琉球的美國軍事占領 台灣 派鵝 台灣派鵝 和元南 是分配 蔣介石集團 軍事占領 所以蔣介石集團 他叫丹魚 來台灣接受 日本的 總督的 導航 但是 蔣介石 他跟他一起去 元南接受 那個 越南那邊 日本的 日本總督的投降 但是 因為蔣介石 去到元南的時候 去那年 就將人 日本的 元南的牛草 都把他掛掛到 他的竹子都掛到 都把他掛到 做他的軍糧 他讓他元南人 都沒聽到 說那年 要死越南兩百萬人 結果 他元南的國父 胡志明 越南的國父 去叫法國 去跟法國說 我元南 甘願做你的殖民地 你想辦法 來把 趙介石 把他掛走 所以 外南 法國 想想的 算算也會好 他就跟他來 派兵到越南 跟他講蔣介石 趕出去 所以 越南 有叫法國殖民 一段時間 我們大家都知道 蔣介石集團 就是這樣 所以他在1949年 12月10號 正式流亡 到他的 尖延到台灣 不然以前 他在 他沒有來台灣 他在1949年 他正式流亡到台灣 也台灣的不幸 開始了 他帶幾百萬人 中國人流亡來到台灣 還有60萬台軍 所以我們台灣人 就是因為那些人 那些人來到台灣 跟他 大家糧食都不夠 變成很可憐 可悲的開始 那是一段歷史 因為 這段都沒有人跟我們說過 也是本人 來跟 臺灣民政府 雄秘書長 靠後 知道有這段歷史 因為日本以前 他也不知道他們 現在是叫做平民政府 有一次 日本的首相 麻生太郎 他受到 日本國會 眾議會 跟參議院 他們通過一個條例 然後全權委託 麻生太郎 他的首相 去討 北方四島 去跟蘇聯討 北方四島 結果 他要去跟蘇聯討 北方四島 蘇聯的總統 普丁 跟他說 你日本的首相 憑什麼 來跟我要北方四島 他說 因為我經過 我們日本的議會 同意我過來 結果 他說 你還回去 國際法 突突突來 跟我說 結果 他回來 他就派他的 不是他 安倍晉三 他們可能都很好 安倍晉三 也有 這個消息 日本都知道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 日本的首相 沒有主席去討平民 去討北方四島 安倍晉三 又派他的秘書 來跟秘書長請教 那秘書長 就跟他講幾頭 跟他上課 跟他教 他說 你回去 要去跟你的首相說 你要修改你的憲法 修改成為 大日本 大日本時代 那個憲法 之後 你有主席去 用天皇的 天皇名義去討 你本身 日本政府是沒有主席 日本政府就是 日本平民政府是沒有主席 你只有天皇 才有資格去要 所以他們日本現在 一直緊急在修法 一直緊急去修法 但是因為現在 是他們說 做民主時代 所以 他怕民主時代 他要修法 他不要再說 這麼簡單 幾個禮拜去修 已經修幾個月都沒有 好像他有分左派右派 那左派就是 在日很多 日本人 跟我們黨員 本土的日本人 跟外來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 當時有併吞韓國 他併吞韓國 韓國那時候 有一些人走去日本 做工作 或是 嫁給日本人 或是帶日本人 都沒有回他們韓國 韓國後來獨立了 獨立他沒有回去韓國 就是在日朝鮮人 在日本的朝鮮人 然後他們當時 也是有一些人 走政治這一條路 就是他們的左派 他們的反對派 右派就是保皇派 所以他們如果要修改憲法 什麼都是左派去反對 他們這次修改憲法 那麼困難 也是左派去反對 就不會輸外來的人 像 我們台灣就是 未來一些中國人 他會回去平韓島 或是金毛媽祖 甚至回去中國 但是一定也有一些人 會留下來 那叫做在台中國人 當時的日本 在日朝鮮人 他就是嫁在這裡 跟我們台灣人結婚 生孩子他不可能離開 當然我們也不可能跟他關照 也是請他留下來 但是我們也很怕 這一群人 未來 會不會變成 日本現在的左派 會不會阻礙我們台灣 可能這大家 如果我們這些人 有可能做參議員 做議員的時候 大家都要好好的思考這個問題 這是以後我們再來想這個問題 再來 你看我們第二世界台前 古今有 日本天空對台灣人 那裡頭主權都不便 他是把管轄權 他是放棄他的管轄權 並不是放棄他的主權 再來給大家解釋說 美國國務院在兩親控四年 所釋出有關美國 美國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 解密的資料 那個兩親控四年的時候 那個我們的解密資料 他當初有說 他說 季辛吉跟尼克森 董事 尼克森做總統那時候 他當時他真的有意圖 想要將台灣出賣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日本那時候 有跳衰說 他說 軍紀股是多少 合併條約第2條的規定 日本政府所放棄的是 台灣的管轄權 不是所有權 所以台灣不是祖恩來 到季辛吉 他所認定的說 是有主地 沒有主人的地 我們有主人 我們的主人是日本天皇 但是這也沒辦法 大家也沒辦法 為什麼是這樣 沒有辦法 因為1895年那時候 就交友戰爭 清調將台灣割給日本天皇 但是日本天皇那時候 也有用心在經營台灣 所以他雖然 因為 第二世界大戰那時候 當然我們還是日本的殖民地 但是在1945年 這裡有嗎 在1945年 死去找那個孫子 那時候還在建聯 第二次直接等來末期了 日本天皇 將我們台灣便利 以神聖不可分割的法定領土 就是這裡 這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日本天皇發的造書 日本天皇發的教師 他說 他要讓台灣有三個參議員 五個獎議員參加他們日本的政治活動 以前 他的殖民地的孫子 我們台灣人都不能參與他的政治 不能當他們的議員 不能當他們的議員 不能當他們的選舉跟變選舉 但是 在1945年死去找他的孫子 他說可以 正是他要讓台灣 可以參與他的選舉 這樣就是正式把台灣變成他們 日本南部國土的延伸 因為 剛開始 我們 我們秘書長 美國給他的資料是一張座 因為 當時 第二年 我們法理學院第二年 有很多日本人 很壓他 我們這種新的言論 就有很多日本人 要來向我們的科研 那秘書長來的時候 我們都想要送他 送他什麼東西 後來 我們的志工 第一次的志工跟秘書長 我們就大家想一個方法 將這些東西 變成真的 教師 日本天皇東西 下來教師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去科鋼板 買三萬幾個 拿那個鋼板 然後 再去叫人刺繡 這樣 把那個 就你現在看到的 一模一樣 這個東西 我們送給日本人 我們當時做五十塊而已 五十塊送給日本人 可能全沒幾塊 那 那個 那個 那一份 很不容易 因為你在外面 絕對買不到 這只有我們台灣民政府 還有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也可以拿起來看看 這就是 你如果要去人家說的時候 要跟人家解釋 這個 日本天皇花的詔書 就可以 證明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國土 再來 我們那個 曾根主席 曾根主席 他有說 美國總統 他是按照國際法 他應該像台灣 他應該說 他應該說 應該我們像 給我們台灣人請求 他贈領留給 他軍事贈領留給 他叫蔣介石集團 來贈領台灣 但是我們 我們要求你 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蔣介石是次要佔領全國 你主要佔領全國 要來贈領 要來贈領台灣 要求他回來 佔領台灣 蔣介石請他 把車子回去 因為那時候 你美軍用軍艦帶來台灣 我們就要 你怎麼把他帶來 你就要把他帶回去 要求美國 以自己 來佔領台灣 所以 我們佔領 他要像 劉休的人民一樣 給我們台灣 有旅行證件 我們不是負責 我們不是Passport 我們叫做旅行證件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那只是一個管轄區 那日本 美國的軍事管轄區 所以 讓我們台灣 國際地位 才有可能正常化 因為 劉夢 劉夢是台灣的中國人 他的配偶 跟他的兼孫 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跟世界 他就是 世界人權 第15條 裡面有寫說 每一個人都擁有 一個國籍 這個管理 這個原則 他只能選擇 中華民國國籍 就是 通常說 蔣介石帶來 那60萬 台軍 他帶劉夢 幾百萬人來 那些人 他可以有中華民國國籍 這個選擇 而且他也只能 有一次的 唯一的選擇 這個機會 這一個方式而已 但是 對我們本土台灣人來說 我們讓中國人 很無奈 強迫在 194年 10月12日 他集體 整個中華民國國籍 他說 他為了方便管理 所以集體 用我們的阿公阿嬤 那些人 可能我們這裡有一些 長輩 你東西 也是 莫名其妙 本來你是日本台灣人 平衡 變中華民國的人 對不對 那時候你也會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 他那時候 他要方便管理 所以 集體都沒有 照顧 他 國際法來講 他要讓那些人 我們的阿公阿嬤 或是我們的長輩 兩年選擇的機會 你要選擇 留在台灣 做中華民國的人 或是你 要離開台灣 去做日本人 但是他都沒有 他集體的 在194年 10月12日 都總給他幾月 這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這是沒有合法的 當時 日本 鑑領台灣的時候 清調像台灣 鑽日本的時候 日本也讓我們台灣 那時候 我們的 做台那邊 189年 195年那時候 他也讓我們那時候 兩年的選擇 看你要留 你要做日本人 留在台灣做日本人 或是你要離開台灣 都可以 那時候聽說 有四千多個人 選擇要去做中國人 他就離開台灣去中國 後來說 經過一、兩年而已 百分一、八十的人 都放棄 又走回台灣 所以 因為中國還是 還是沒有日本的文明 所以我們中國人 我們台灣人 是很無奈的 很無奈 因為我們是被尖尿風 然後沒有選擇的機會 我們那時候 我們阿公阿嬤 我們的尖尾 那時候 他也沒有國際法 他也不知道去政策 也不行 他軍事占領 他是 本來照說 他是軍事占領 要讓我們台灣人 有部分的自由 但是他既然 像蔣介石集團 來台灣 他是實行 完全占領 完全占領 就是 就像中國人一樣 我幫你打贏 你的財產 你的財產 我要怎麼募修 要怎麼都可以 那是不對 軍事占領 他不能募修 日本 留在台灣的財產 他也不能募修 台灣人的財產 但是蔣介石集團 也不一樣 日本人照他的財產 當中蔣介石集團 都把他募修去 像現在的救國團 他們中國民國的救國團 很多土地、家 都去給中國民國募修 做他們的民眾服務站 救國團 莫名其妙 都變成他們的黨產 那不是國家的 國民黨的黨產 很多 我也聽到 我們很多事大人 莫名其妙 若剛才覺得 這個地方好 他要做一個行館 就這個地方 都給他徵修 用很多的 很多的價格 都給你徵修 就去去他的別裝 對不對 應該我們的長輩都知道 這是不行 他不能隨便 百責台灣人的財產 軍事占領不行 你如果這樣的時候 美國 伊拉克 美國政府跟伊拉克的人 美國政府跟伊拉克的人 我這個地方要愛 整個都幫你占 也不行 不可能這樣 美國是照國際法 但是蔣介石 都沒有照國際法 哪討厭這種行為 所以他 這是 我們台灣也是 無可奈何 沒有第二次的選項 所以我們 讓他集體規劃 那是 跟他本來 應該變成 中華民國國際 這是不可以分為一坦的 我說一個例 給我們大家 那個 他說 我們本來台灣人 台灣政策法的過程當中 齁 六十八年以來 齁 中國人 執行 操控白智行 藝人和 黑統的消滅 他讓我們 是我們 很無助的人民 因為我們 沒辦法抵抗 被 被 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抵抗 被贊領方 以國際法 有一個例 因為 剛才人 阿嬤 他有娶二三十萬人 流亡去 印度 北方 靠近喜瑪拉雅山 那個叫做 達蘭沙拉 那個地方 流亡在那個地方 那個 剛才阿嬤 他們自己也有選議員 也有選的領袖 他們也叫做總理 當然 他們四年選一遍 他們選去的時候 印度十幾億人口 他是 流亡去印度的國土 走去那裡 因為他去給共產黨破壞 所以達蘭沙拉 就二十幾萬人 帶來 帶來 流亡在那裡 那個地方 當然是美國 他有付助金 給印度 讓達蘭沙拉在那裡 流亡住在那裡 因為 我有去 我很幸運 因為 前兩年 我們秘書長派五十個 民政府的官員 去 拜訪達蘭沙拉 我剛好很幸運 有去印度 去那個地方 這四人 可能 真的 第一次 坐到 坐五六遍 五六座 到那裡 那裡 一個很偏偏的 一個偏偏 他們去選舉的時候 印度十幾億人口 怎麼有參加達蘭沙拉 他們這二十萬人的選舉 都沒有 他們二十萬人去自己選 他的議員 選他的總理 印度 他這邊 他自己也有選舉 他選他的議員 他的總理 他的什麼市長 達蘭沙拉 他會去參加印度的選舉 不會嘛 大家都很清楚的嘛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這個蠟 拿來 我們台灣大家都混淆 照說 蔣介石集團 他剩六十萬台軍 來到台灣 還有他幾百萬人的人民 他的冠送來的時候 蔣介石集團 他叫做 Chinese台北就是 中華民國流氓在台北 他只能在台北而已 他不可以離開台北 就是 那個達蘭沙拉 他也可以在達蘭沙拉 那個地方而已 一個小地方 很小的地方 他不可以離開 照說 蔣介石集團 應該可以在台北 不可以離開台灣的台北 但是他 實行完全佔領 整個地方都有 冠村一大堆 他們的冠村 我們台灣每個地方都有 實行完全佔領 選去的時候 照說 他們那六十萬台軍 他們要自己選 他們自己的議員 他們自己的領導人 他要給我們 那時候 我們當時台灣有六百萬人 我們台灣六百萬人 要讓我們 選自己的議員 自己的領袖 自己的領袖 我們自己的領導人 照說這要分得很清楚 這樣 我們大家知道嗎 待會兒他就這樣 我們的類似一樣 那為什麼來跟台灣都分了 他就實行 那個語言跟血統的消滅 他說 我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都跟我們說我們中國人 沒台沒錢 跟他們做會去選 議員 總統 都跟南南去選 結果我們跟我們都說混亂去 我們已經忘記我們是什麼了 我們叫日本台灣人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但是他都跟我們騙 大家騙六十八年 騙我們很好 現在美術長 林智新副師傅 要跟大家說實在話 既然大家都不相信 要求精神 叫三年我還叫醒過來要四千個 好難叫 所以 我們台灣人真的是 只能用騙的是不是 當然我們是沒辦法用騙的 這個例子 所以當時阿扁去 連前說 他是切果 他是切果 真的 那時候我都莫名其妙說 我贏你一票就贏了 我為什麼是切果 原來真的 照法例來說 以國際法來說 中華民國的選舉 我們台灣人不可以跟人家選 所以要被人家選到 選到 真的是切贏中華民國的國 那是因為我們台灣人 被 被那種法例迷失掉 他都沒有跟我們 整個國際法 在這裡我今天說到這裡 好 謝謝 好 各位同心 大家要睡著飯